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道说 董才康是曾经的全国网球双料冠军 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重点培养对象 可是 如今的董才康却完全变了个人 他在街头被人发现自言自语 衣衫褂褛 数年不洗澡 更有人爆料说 董才康的父亲是武汉市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 收入颇丰 那么这样一个著名大学教授的儿子 一个曾经的网球天才 为什么会沦为流浪汉呢 最近 网络上一则有关西日全国网球冠军 沦为流浪汉的新闻 占领了各大网站的头条 新闻报道 一位名叫董才康的西日全国网球冠军 患上了精神病 那么 这个名为董才康的人是谁 他真的是曾经的全国网球冠军吗 顺着网络上的地址信息 寻情小组找到了武汉市青山区光明社区 老板 请问一下 你们这是光明社区吧 对啊 请问你认识一个叫董才康的人吗 认识 认识啊 对 那他是住在这里吗 住在隔壁小区的 就在隔壁小区 对对对 他是那个打网球打得特别好那个人吗 好像是 好像是好像这个网球地方 每天一日三餐都在那里吃啊 一日三餐都在那里吃 对对对 社区小饭馆的老板 对打网球的董才康表示十分熟悉 饭馆老板表示 董才康每天固定来自家饭馆吃饭 但从不跟人说话 也没人知道他的联系方式 那么 此时的董才康在哪里呢 为了打听董才康的住处 记者首先找到了光明社区局委会 你认识董才康吗 对啊 就那个网球 太晚了 对对对 就是 就是他就是 现在有 因人分辨症嘛 他一直都有 然后他 他整个人 他现在状态是 就是 怎么说呢 他每天就在和平公园游荡 武汉市光明社区的工作人员 向记者确认 网络上报道的昔日网球冠军 的确就是住在该社区的董才康 然而 如今的董才康 已经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每天独自一人在公园游荡 难道说 董才康 真的成了流浪汉了吗 他家庭条件并不困难 社区工作人员透露 这名被网络上爆出的流浪汉董才康 其实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儿子 父亲董文斌 刚刚从大学退休 名下坐拥武汉市的三套房产 难道说 一位大学教授的儿子 真的会沦为流浪汉吗 昔日的网球冠军董才康 又是为什么会患上精神分裂症呢 半个小时后 记者见到了正在吃午饭的董才康 此时的董才康正低头吃饭 走进董才康身边 记者能够感受到他身上 多年没洗澡留下的汗臭纹 头发杂乱油腻 见到记者的到来 他显得十分惶恐 紧张地躲进了餐馆厨房 他在害怕什么呢 害怕 是害怕还是抵触 抵触 他觉得他自己没问题 他觉得自己没问题 对啊 我们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 就是能够 了解一下你曾经的经历 他曾经的经历 他自己会说吗 他也不可能够 我觉得很难 他跟你们还不过去吗 你跟我讲的话 我了解他们 我问他从小 四来岁八千岁 董才康的网球师弟周波告诉记者 自从患上精神分裂症以来 董才康有几年没有洗过澡了 平日里也基本上不与人来往 却常常自言自语 难道说董才康真的不愿跟任何人交流吗 记者尝试着再次走进他 还没等记者开考 一见到陌生人靠近 董才康再一次走进了厨房 这位曾经的冠军网球运动员到底怎么了 吃完午饭后 董才康转身离开了 他要去哪里呢 此时的董才康终于开口 然而 他言语中表现出来的是郁闷和不耐烦 为了躲开人群 董才康走进了地下车库 他到底是在想什么呢 哪儿去了 人又不见了 他那有个大口子 他那哪个口子 他那是小军啊 看到他了 那件红衣服看到没 那前面 有一件红衣服 怎么乱扫着 辗转步行了半个小时之后 寻情小组发现 董才康在附近公园的板凳上坐了下来 为了不打扰他 师弟周波建议我们 在十米开外的周围 远远观察 他现在在自说自话是吗 对 他在自言自语 是不是 他说些什么话呢 有感情色彩的 说一些 你知道我原来是谁 走开 别管我 别说 哈哈 你知道我原来多厉害 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板凳上面 他可以坐一下午 很放松 有时候一边找一边说 手上还有那种 很生动的动作 十米开外 我们隐约听到了董才康正在说话 师弟周波告诉记者 自从患上精神分裂症以来 董才康经常坐在公园自说自话 话语当中 全是曾经打网球的经历 看得出来 这位昔日的网球冠军 对于自己曾经的辉煌人生 仍旧记忆深刻 那么这样一个曾经的网球天才 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为何会变成今天的样子呢 随后 董才康回到了家中 你看看 嗯 下来已经通事了 在里面睡觉是吗 睡觉了 嗯 睡觉了 睡觉了吗 没事没事你睡觉了 嗯 你睡睡睡睡睡 你睡觉是吗 睡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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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睡了 带来吧 挺乱的 你刚才把亲切做了做了 这都已经是打扫过后了是吧 打扫过后了 董才康的家显得杂乱而邋遢 就店器和衣服随意堆滞 吃过的饭盒没有收拾 整个屋子显得一片狼藉 师弟周波表示 如今董才康独自一人住在家中 生活不能自理 都是求开 对 这都是以前的东西是吧 打断了对 看着都好有年代感啊 对 都是十几年前的东西 这是他现在的球帮 是吗 都是很老的 九几年的球帮 嗯 球拍 那么多年了 这球拍也是当年的 这是他拿冠军的球拍 真的啊 就一只了 三只打断了 这个是他拿冠军的球拍 博尔逊6.5 它都很经典的拍子 嗯 嗯 这是他的衣服啊 我给他洗一只洗吗 是你给他洗的 他自己会洗衣服吗 不会 他不会洗衣服啊 这 你看 这 这也是国家队的衣服吧 对 奥运拜 国家队的 哦 十四年前拿冠军的网球拍 网格和手柄发亮 是唯一保存完好的球拍 装球拍的网球包 已经是旧的发影 蒙上了灰尘 印有奥运五环标志的参赛服 被随意搁置 在一片狼藉的屋子内 保存最完好的 是董才康的荣誉证书 对他原来也讲着 这只是冰山一角 冰山一角 还有几个冠军的都找不到了 双打第五名 全国青年 这都是 这都是 靠后的 靠后的名次了 这些 第二名比较多 那冠军的 第二名 都有着遗失了 有遗失了的 这是第二名 黎明月 天呐 哎呀 这还是冰山一角啊 嗯 还有很多都 这么一大把 随意翻动的获奖证书 有十五本 师弟周博表示 这些还只是董才康 曾经荣誉的冰山一角 距离证书上的日期 已经过去了十五年 然而 阳光下 证书上的国旗和五环标志 仍旧意义生辉 一本本的荣誉证书 印证着董才康辉煌的曾经 透过证书 仿佛十五年前 那个赢姿 萨爽的网球少年 悦然直杀 这是中国网球明日之星 对 特别关注 国少队东逊广州 中国的前十名单 前十 女的前十 男的前十都在这里 前十是吧 这是为2008年奥运会 为了更好中国网球的未来 培养的后背力量 是吧 然后 这个是他 对 董才康 这个 这个 这个是董才康是吧 这个董才康 他这一批的 这一批同年年龄的球员 现在就在 各大 都混得很好是吧 效力啊 都很有名 公报信啊 也是国内顶尖好手 这一批高空高弯的 十五年前 中国网谈天下杂志 对董才康的报道还保留着 作为2008年 北京奥运会的储备人才 董才康和同批四个球员 一起被称为中国网球的明日之星 师弟周博介绍 这些曾经与董才康并肩打网球的球员 如今个个都早已成名成家 然而 此时此刻 这位15年前的中国网球明日之星 却蜷缩在发臭的被窝里 与世界隔绝 康康 康康 我们跟你聊天可以不 我们聊天 就当朋友一样聊天可以吗 你这样捂着会热的 不 不 我要好热 他要睡一睡 睡 那我们等你睡醒了 我们再聊天可以吗 不 我们想看看你打球可以吗 可以吗 有 想向你学习一下打球可以吗 有 就是我们想一下你学打网球可以吗 嗯 没听清你说什么 等你醒了我们就是向你醒叫打网球可以吗 不打球啊 不打球啊 但是我发现你们家其实蛮多 你的网球拍呀 我们想看看你打球可以多 因为我们觉得你打得很棒 可以吗你向我们讲试一下可以吗 记者尝试着跟董才康沟通 而此时他把头蒙进被窝 不愿跟外人说话 那么一个如此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为什么会独自一人居住呢 人们口中董才康的教授父亲 此时又在哪里呢 难道说他放任生病的儿子不管不顾吗 董才康与父亲之间 又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情感纠葛呢 董才康1986年出生 今年31岁 他8岁接触网球 10岁战胜当时的青少年网球冠军 龚茂星 12岁的时候进入北京朝阳网球俱乐部 当专业网球选手 被当选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储备人才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网球星星 如今却落魄成了现在的样子 他巨大的人生转变让人震惊 那么30岁的董才康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为什么会从一个曾经叱咒网谈的网球精英 沦为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呢 传说中他的大学教授父亲 为何没有陪伴在儿子身边 难道父亲真的对生病的董才康不管不顾吗 这些都是他们家的照片是吧 对 一些老照片 老照片 他爸爸 哪个是他爸爸呢 对 这是他爸爸 这是他爸爸 大学教授 他爸爸是大学教授 对 是哪个大学的教授 武汉科技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对 上面写着外国语学院 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他们家 都是老师 妈妈也是老师 不知道辈子是老师 都是知识分子 在家中的角落里 师弟周波找到了董才康一家人的照片 周波表示 董才康的父亲董文斌 是武汉科技大学的教授 母亲李慧早在董才康12岁的时候去世了 后来父亲再婚 重新组建了家庭 那么此刻董才康的父亲在哪里呢 周波表示 重组家庭后的董才康父亲 和现任妻女住进了新房 董才康因此 独自住在董家的老房子内 父亲在楼下餐馆订了月餐 董才康因此一日三餐无忧 那么 作为大学教授的父亲董文斌 对于儿子的病情 真的放人不管吗 在周波的联系下 记者见到了董文斌 你好 你好 您这是董先生吗 是 是 是 你好 欢迎欢迎 是董才康的爸爸 对对对 您今年多大了 六十多岁 六十多岁 董文斌衣着得体 文质彬彬 六十岁的董文斌 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 行动有些迟缓 但说起话来仍旧精神兜嫂 对于儿子董才康 曾经的辉煌网球生涯 董文斌 仍旧记忆有新 当时理想很高的 中国的网球上不来 从他这一代开始 他就这样说的 就应该上去 他不是男子 他力量有 他非常雄心壮志 他觉得他可以改变中国网球 在世界的地位 对对对 像阿加西一样 萨姆拉斯那样 想成为一个中国的阿加西 世界明星 网球明星 当时 萨姆拉斯也是他崇拜的 因为他进步很快 他自己就看到了希望 父亲回忆到 从十二岁到十六岁时 董才康网球生涯的巅峰时期 当时的董才康是国内童年龄阶段 数一数二的球员 十几岁的他 比大学教授父亲还高的薪水 立志于成为世界网球明星 然而 十六岁那年 董才康所在的网球俱乐部 因为资金问题解散 网球冠军的职业生涯 面临终止 但是后来呢 这个有些动作啊 总是 比如发球 总是练得 不是很理想 协调性有点差 他可能 从下还是有一点多动 所以看是 职业生涯上遇到了瓶颈 对了 遇到瓶颈 上不去了 再加上他这个 理想的状况 或现实的差距 到了他心理上的一种 食肉 还有这个 妈妈的去世 等等这些因素吧 加在一块 母亲的早逝 在董才康心中留下了创伤 而俱乐部的解散 董才康职业生涯的中断 则给了这位 立志成为世界网球明星的少年 最沉重的打击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似乎越来越远 退役后的董才康 被迫走进大学生活 也是在他上大学的这段时间 董才康遭遇了又一次重大创伤 男生理工学院 就他自己说谈了一个朋友 但是他多单向思 都数期间他也很少上课 总是多大寝室 也不跟人说话 不能交流 喜欢上一个女孩子 人家也可能是 出面子啊 给他应酬一下 但实际上人家没任何想法 单向思 最后追到上海 毕业后被追到上海 这个对他也是一种打击 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那肯定 失恋成为了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二十岁失恋后的董才康 开始经常感受到头痛欲裂 行为异常 不说话 不洗澡 最终经过诊断 二十岁的他 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回想起这一切 董文斌显得十分落寞 那么时至今日 父亲董文斌 为何没有陪伴在儿子身边呢 难道他真的对儿子 不管不顾了吗 那也是很困难的 吃药不吃 治疗不治就不治疗 他总是说他没病 这样有一年 两三年时间是这样的状态 就是两次住院 到武昌医院住院 都是捆绑着去的 但是实在没办法了 怎么说的没用啊 你不知道不行的 他也不吃药在家里 我开始是身体条件还可以啊 然后一天泡几趟的 都没了问题 泡几泡来 现在你不能说 因为这一年吧 我身体状况越来越 这个摔肉了 这种状态 有了病以后 拖不动了 实在是年为其难了 力不从心的 这个时候我来得少一些 董文斌表示 自己并没有放任儿子不管不过 在儿子刚刚查出病情时 他曾为儿子四处求医问药 花费了无数精力和金钱 然而 董才康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还更加恶化了 患病的儿子行为异常 影响到了现在妻女的正常生活 最终 董文斌决定 让儿子搬出来单独居住 那么 此时的董才康 病情到底怎么样了 30岁的他 正值青年 青年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他 还能够恢复正常吗 随后 董文斌决定 去看看儿子 看到父亲的到来 董才康 会有什么反应呢 他会愿意 与人沟通吗 在家吗 你爸妈给你买了吃的 吃吗 吃饭吃的 怎么会的 我不是 买了 你 Faith 去说说话 我不去 买客人现在吃饭你 毛鱼就出来了 啊 我 吃咱们这样来 我 我不去 哎 咱不 他你这样来着 你怎么去 你去 我不去 我不去 哎呀 我 你买来东西看看 拒绝 父亲尝试着让儿子从卧室出来说说话 可此时的董才康一把将父亲推出了卧室 拒绝了父亲的请求 随后董文斌提着零食 再次走进了儿子卧室 我看了啊看了哎我看了吵死了 我问你啊你要的吃没有是 啊你们你们就让我吃了 你们也吃 我你们呢你就你就你就 我刚才来的放屁 我已经让你们的你让我吃 你我里面你到哪里 你到哪里 他是你一天才吃一顿 所以在我我我我你你上不过了 那是你走我现在是 你中午中午干是吧 那是我啊 你说在那个吃 就就就就今天和左右 我说我我我我我我少少少少少少少 面对熟悉的父亲 董才康的话开始多了起来 为了让儿子按时吃药 父亲把一日三餐的药 放在了儿子每天要去的餐馆 此时的父亲责问董才康 没有坚持吃药 董才康显得十分激动 他大声的跟父亲吵了起来 你不离不来的吃吗 你不来的吃吗 你不来 你不来的 帮我来吧 你干什么事我不要 什么帮个人呢 他把你死去了 他死他了 你不是就死了 有事有事是 没有 你要不要吃 这个食物是我不太思考 你不来啊 不是 你死了 死了 你死了 你 你第一天那样 你第一天那样 你第一天来 我的岗子 我死了 你第一天来 我死了 我死了 你擦你的自己 你擦你的 你一碗里下 一碗里下 请不下 此时的董才康表示 父亲不来看自己 所以他不愿吃药 看得出来 董才康对父亲充满了埋怨 他把自己闷进了被窝 父亲尝试着 劝说儿子去洗澡 走我带你洗个澡 去 这上次没洗澡 我尝试 我尝 你说好我好几位主人 你跟我说好 我笑 你去屁股 对 不想不给钱 不会 我应该不会 不会你也不给你 不会 哎你要过来 你不听话 我说啊 来 下次觉得你没来 他不 你记忆是混他的 我前男生他 你下次才睡得觉 对 看他睡得醒了 卧室潮湿的被窝内 已经开始发臭 父亲尝试着 用给钱为诱饵 让儿子去洗澡 然而此时的儿子并不配合 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最后 师弟周波决定 约董才康出去打球 睡什么呀 你不睡一天了 我不要睡 你不要睡嘛 你不要睡嘛 你不要睡 小黄要去打球 打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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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打球不 昨天是不是打球了不 不要睡了 昨天是不是打球了 打球没有 我看一下 那你在家里每天干什么呢 你又没有什么事做 我看到你 那你回去打球 可以过 好不好看看 机会就这一回 就这一次 你想想你把这个机会抓住 你考虑一下明天会不会回到我 我去 大家尝试着约董才康 明天去打网球 经过了记者和父亲的劝说之后 董才康突然间沉默了下来 对于记者的请求 他并没有表示拒绝 那么一夜之后 董才康愿意再次走进球场了 他会慢慢地 打开自己的心扉吗 第二天一大早 记者惊喜地发现 董才康如约地来到球场了 在里面打了是吧 在里面打 然后郭哥赢了 郭哥赢了 郭哥出了 郭哥请你是海鲜 你赢了 他赢了 怎么办 他赢了 想干嘛干嘛 你有什么愿望 你跟我们讲 你赢了你想干嘛就干嘛 先累一下 怎么开始了 回到球场上的董才康 现在十分专注 师弟周波表示 自从患病以来 董才康很少打球 然而看得出来 这位曾经的网球天才 童子公还在 半个小时热身之后 师弟周波提出了 两人来一场比赛的请求 董才康全神贯注了起来 比赛开始 董才康显得有些生疏 十年不碰网球的他 第一次输给了师弟周波 休息的间隙 董才康显得并不服气 他要求再来一轮 董才康不服输的精神 让大家感到欣喜 寻情小组 感觉到重回球场的他 似乎慢慢找到了自己 这会是董才康 走出困境的第一步吗 可就在大家 为他感到欣喜的时候 董才康突然间收了球拍 走出了球场 宅仓大人 有点 оказ 人生在救赛 不许吗 不许吗 我要跟您们一起去吃饭 你怎么不去呢 我刚才不是说了吃海鲜吗 不吃海鲜啊 不吃海鲜啊 我早 真正在玩 早了 我早在 mirope 早了 早了 早累了 我早累了 早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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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早هم 早累了 早累了 我让你去吃 吃个饭了 原来由于太久没有接触网球 第二轮比赛 董才康仍旧输给了周波 输球后的董才康显得有些低落 他兴兴地走了出来 记者尝试着兑现吃海鲜的诺言 董才康再一次拒绝了 董才康飘忽不定的心情 让大家感到焦虑 我们明白 打网球能让董才康开口说话 可除了打网球 又有什么别的办法 能够帮助这个患病的青年 走出困境呢 事情还会有什么样的进展呢 母亲的去世 父亲的再婚 让董才康缺失了母爱和家庭的温暖 职业生涯的戛然而止 让他找不到自我价值 最终爱情的失落 让他开始越发封闭自己 这么一算 亲情 事业 爱情 人们毕生追求的三大主题 董才康似乎都一一地失去了 那一年 董才康才二十岁 而现在看来 他辉煌的人生 似乎就只停留在了人生的前二十年 二十岁左右的董才康 最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患病十年以来 他的病情在持续恶化 直到今年 董才康三十一岁了 他已经是一个 差不多有了十年 精神分裂病史的独居病人 董才康的人生经历 让人感到怜悯和可惜 有关他的新闻 一经网络爆出之后 很多的网球圈内的球友 都纷纷地聚力对他进行帮助 让他走进网球场 是帮助他的第一步 然而 从他的表现来看 我们深知 要想治好他的病 任重而道远 那么董才康 能否得到好的治疗 最终恢复正常呢 自日中午 热心的师弟周波 带着午饭 再次来到了董才康家中 经过了昨天的球赛 今天董才康的状态 会有好转吗 记者提出让他收拾垃圾 董才康点了点头答应了 然而还没来得及 为他的转变高兴 他起身准备离开 吃完午饭后的董才康 再一次消失在了记者视线中 一夜之后 董才康又恢复到了 独来独往的状态 难道说 他的病真的无法救治了吗 当天下午 热心的球友们 联系上了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院 附属黎原医院 精神心理科主任 义军 为了帮助董才康治病 义军主动来到了 董才康家中 董才康家中 一生尝试着耐心跟董财康沟通 而此时的董财康再一次把矛盾引向了父亲 他表示因为父亲不管自己 所以他无处可去 看得出来董财康十分渴望被爱和关注 开启了话匣子后的董财康 会慢慢好转吗 以后还是有希望去做的 因为你毕竟在这方是非常专业的 对不对 希望专业打起来 对对 我听到说非常专业 但是你自己的状态恢复起来 大家齐心协力的 想都来帮着你 希望能够通过你自己 慢慢地翻起来 慢慢地躲起来 你愿意愿意接受你翻出来 你是虽然想一想呢 还是现在对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就能够想一想 嗯 想一想 很突然 很想的 真的可能我们来的时候这个事都说得很突然 是吧 没关系 我们留着时间给你去慢慢地想 慢慢地去思考 慢慢地去思考 那你就先睡吧 想一想 好不好 好 想一想啊 点头了 点头了 好 面对医生的话 董财康闭着眼睛仔细地听了起来 医生表达了想要帮助他重回球场的愿望 最终董财康点了点头 表示愿意考虑医生的建议 最后医生将父亲董文斌拉到了一边 想这么多年 你们的关系是比较熟稔的 对吧 你要他想 一下 跟爸爸很亲热 那也很难 但是他肯定还是渴望 有个人去关心他 或者是照顾他 对 那肯定是渴望的 他也是很猛的 我不记得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 他现在是非常需要交流 跟他交流啊 很困难 我都尝试过 我觉得你不能拿正常人的资格去跟他交流 现在是这样 他是个生病的状态 你刚才说 刚才医生跟他交流的时候 非常从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都是说 关于他以后怎么想 你说怎么办 但是您还是以一个家长的角度在教育他 你说那不行了 你这客人来了 你要招呼一下了 这个很重要的是吧 医生义军表示 目前看来 董财康的精神分裂症并没有非常严重 他仍旧能够跟人交流 并且有想要转变的渴望 而此时的董财康 最需要的是家人的陪伴和照顾 他需要一个人陪伴 需要一个人照顾他的起居 现在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这个家像个家吗 完全不像个家 因为我呢 现在有个什么 因为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小孩 还有一个 这样的照顾 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考虑 你那边有一个家 正是因为你那边有一个家 我觉得也是某种程度上 对他忽视了 你知道吗 那也不是 当然我理解你 我理解你 你那边有个家 但是他这边也需要家 他是一个病人 他肯定需要人 我说白了 他现在只有你这个最亲的亲人 别的都是旁人系人 但是我试过你 大家都跟我住在一起 他就回避我 我只要在这的时候 他就出去 但是你想 他从你进来 他就说 没什么效果 他就不管我 他就说这样的话 他第一句话就是说 你不管他 你说发生病情 是不是渴望他管的 是吧 你天天在这管 他说他也回避 记者尝试着劝说董文斌 搬过来跟儿子一起居住 从而方便照顾儿子的病情 董文斌则显得十分顾虑 他表示 对于自己的新家庭 他无法割舍 与此同时 他也同样对儿子的现状 感到不放心 那么事情 又该怎么办呢 就是 哪怕 你就陪着他 你就在这 你不一定要说话 对他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案 那你现在这个状况呢 如果天天住这儿 有着那个家庭呢 你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你天天聚在这儿 你抽一定的时间来 陪一陪他 你现在最大的故意 是你现在还有一个家 那是最大的故意 如果说你那边没有家 你肯定是 就是要怎么样 排断他 所以这个问题 你要跟你现在的妻子商量 就是你这个儿子 我觉得也是你的亲骨肉 难道这个儿子 就比那边的差吗 那也就是这样 对啊 我相信你心里面 应该是最痛苦的一个人 你曾经排养的 这么优确的一个人 他能够好 他能够好 别有其他的任何东西都要好 对啊 这是我最中心的一个人 比如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 你把你儿子安排到你小区旁边的另外一个房子里去 就我外人他提个这个建议 对啊 你不要那么远 这个房子 对啊 你可以不住在一个房子里 你把这个房子去找 你再去找房子 是一样的道理 最终 寻情小组建议董文斌 将儿子安排在自己县居的房子附近 以便在不影响现在妻女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照顾董才康的病情 对于这个建议 董文斌感觉到满意 与此同时 医生易军也给出了专业的治疗意见 所以这个治疗当中 我们会根据他的情况 我们会精心的设计一个方案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他哪怕不能跟这个孩子很多的时间 但至少要有一定的时间来陪伴他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让这个孩子感觉到一个关怀 关爱 尤其是父爱 易医生表示 针对董才康的病情 要进行药物治疗和情感疏导 药物治疗上 他们将根据最新的科学 为董才康制定出一个专业的方案 而除了药物治疗之外 董才康如今最需要的 是父亲的陪伴和关爱 让他感受到爱与被关怀 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最重要因素 关于董才康的新闻爆出之后 很多热心网友将董才康的命运 部分责任归于父亲董文斌 他们认为董文斌当初二婚之后 没有继续支持儿子的职业网球生涯 他们认为董文斌二胎出生之后 缺少了对董才康的照顾等等 其实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董文斌是一个曾经欧心力血 将孩子送往网球职业生涯巅峰的严父 董才康走到今天 是许多外在和内在因素的综合作用 我们希望从今以后 父亲董文斌能够意识到 自己对于儿子的重要性 好好的配合医生 将儿子的病治好 我相信这也是董文斌本人 此生最大的愿望 谢谢你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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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爸爸 你爸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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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爸爸 你爸的愿望 我相信你爸爸 也不会有点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